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策略王电视的直播 这个时段就来到专家策局的环节了 今晚就是美国那边6月节的假期 所以就没事的 刚巧得这么巧呢 我和David呢 都是预先录制的今集 幸好就是没事 预先录制都不会差得太远 那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宏观的东西了 不用太过即使 我们看到了 刚刚上个星期我们做节目那天 就是在这个联储局出议息结果之前 我们看到议息的结果就好像是偏向鹰派一点 连个拥据我们都看到是转得很鹰 由三月呢 就说得比较是夹少一点的 那个projection 预今年都减三次的 我们这次看点阵图呢 就三个月不够的时间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就改变到呢 是今年呢 预算是减一次息而已 那到底这三个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与此同时呢 美国那边呢 就回购那个时期呢 又是叫做禁止开始 那么 接近去到七月二十号 去到七月十九号左右 接近都没有了企业回购了 再加上呢 欧洲那边的那个政局呢 法国那边呢 就好像有点不稳定了 又要提早去选举 就好像呢 突然之间又是回回去呢 很多不好的消息呢 就是蜂蜂而出啊 那么这个时间当然是要找David一起去谈一下呢 现在这个环境 是不是今个星期开始呢 就是要向淡啦 我们是不是要避险啦 那么 找David出来先啦 Hello David Sir 喂 Hello Henry 你好 大家好啊 突然之间所有东西都好像今个星期开始要转淡 又开始没得回购 又转英 法国那边又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逐样逐样去拆解一下 先讲所谓加息多少次那件事呢 其实都是预期之内的 你想想 我们当初都说了 当它几个月前呢 还说是减三次息呢 是吧 但是你要减三次息 对了 三个月的时候 但是当时 其实已经开始预计不会是六月减的了 很有机会其实已经要移到九月减的了 那如果你说移到九月减减三次 那肯定是 就与以后的就与的参与新的就与新的就与新的商务 甚至如果你说 看你计算哪份报告 你计算浪报告就比预期更多 如果你计算ADP 计算另外一份开机 好像差点 好像差点 但是差点也不是说差得很强 比預期少了,但是不是去到沒有工作創造或者真的很差 如果考慮到這些事情,再加上考慮到現在政府還可以繼續請人的話 其實就業或者消費的情況不是真的差到這個樣子 如果不是差到這個樣子的話,你想這一刻美國要大轉風向散光 那些貸款的增長率來算,又沒有去到應該爆煲的時間 所以如果是這樣算的話,我想聯儲局自己也開始醒來 理想的通脹快速地下跌就似乎不是很明顯 現在都6月份出來的CPI,看起來就好像比預期很丁 但是依然是加緊的,不是下跌,不是負數,還是3% 其實不是少的,如果以美國的標準來算 他們想長期推到2%或者起碼2.5% 但是現在好像還沒有拍攝,還沒有拍攝 如果這樣還沒有拍攝,那你還想說減減你的帽子 還有現在還在試一下效果,就是減少回購先 那邊試一下效果先 因為如果那個效果也足以可以扣著市場 但是又令到通脹油不扣得太厲害的話就算了 減息就不要減那麼多了,那裡已經放生了 然後加上9月減多次,什麼都夠到掛 現在是6月中,現在還要看7月8月的數據是怎樣的 我想連儲局自己也知道,之前一下子放甲,市場就旺到瘋 大家留意到就是市場的反應,每次一放甲 要是那些AI stock,即是當炒的興奮合 要是就mimi stock,那些mimi股又是當炒到陷 通常這些情況下,就是市場還有充足的流動性 而且還要尋求更多回報 所以專門選這些奇怪的東西來炒 妖氣沖天 是啊,那如果你妖氣沖天的話,你憑什麼減息啊? 大哥,你越減,妖氣越厲害 妖氣就少了,反而還要衝天 大把水頭給你出來,你還不炒幾轉 是不是? 這次很多看到,日內,那些人炒他 就是他跌了下來,放完英之後,那份意識紀錄 結果,那些人就再衝回市場 想著期望啊,鮑威爾呢,又會出來放甲 想著,哪知道他這次都說些話 都說,你看到這次的CPI很轉了呢? 他說,都是一次半次啊,不要這麼樂觀啊 難得他都變回英一點 他當然是啦,其實你看著資本市場這樣升 你稍微有一點認識的話,你的心都會汗的 因為這樣的話,市場第一還是很憧憬 而且市場那種憧憬是,擺明就是要拿經濟縱緩的 擺明就是找完儲局拿經濱縱緩的 就是你塞多些泥馬進我的手裡,然後我就轉了去 拿去換錢,去賭多幾局 還要越賭越大,越賭越狼 這樣的情況,你想說通脹會真的按得住? 他可能會是維持在3%,或者 可能是2.6%到3%之間 一直在那裡撞,但撞也都跌不下去 然後那個籌資市場就越來越熱 而且如果股市熱的話,你遲早帶回樓市繼續熱 而這個銀行迫著要去做這些生意的話 你即是加大銀行的風險 如果這樣一爆煲之後,是什麼世界 沒有人有眼看,老實實 就會非常恐怖的,一爆就很糟糕了 你就趁現在按到它有些收慢 就算不衰退,放緩,拖牆來慢慢放緩 都好過你一下子爆煲,你現在怎樣揹 沒有說爆煙,一堆家糞糕都沒有人肯揹 你真的想搏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一口氣就換了你這幫混蛋 你知道特朗普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他炒人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你說起特朗普換上台,有這樣的可能性 似乎現在他們聯署局都告訴大家 我們都不夠膽怎樣站邊 有個說法就是如果他9月就決定減息的話 就會被人視為是否幫這個拜登抬轎呢 現在看他們裏面那些點陣圖 你看到那個投票,那個取態似乎9月都未必減到 可能都是要過了11月大選之後 那兩次,其中一次去減息的 應該都是的了,如果是 要是這樣的,第一就是聯署局 第二就是這樣說 現在也真的找不到什麼條件可以叫減息 這個很坦白,你看一下,你看來看去 你都找不到一個理由現在可以叫減息 怎麼減呢?現在的市場很旺的 其實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現在的股市是旺到震 樓市也都未爭卻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給我叫減息 你不是的,你傻了 一減就瘋了 但現在,他們現在開始 連那個預測都是鷹派了很多了 會不會就是構成的,開始市場的回落的訊號呢? 因為他其實,你剛才提到說 那個縮表的情況,這次又很有趣了 他連那個減少那個壓度呢 就是放緩縮表這件事情 他這次都沒有說 就是他整天的聲明就刪除了這一段 當然你按進他的PDF那個政策上面 他還是有的,就是有放緩到這件事情 但是他刪除了這一段 是不是只是意味著呢? 之後都不會再有進一步放緩縮表這件事情 都是可能保持著這個水平 都保持著一個長時間 就是令到大家的市場預期就是 你不要想著我又會派這個金融縱援給大家 你不要想著我會再派 我們說明不派住了 應該是,我相信應該是 因為看下去他要怎麼派 就算不說政治那一部分 你純用經濟的話 你已經有多少個季,現在連續 你看一下 其實先從2021年9月 通脹爆了煲之後 一直爆錶上去之後 到現在為止 你從來還沒碰到2.5那條線 不要說2.5 你連長期的通脹率 連3都下不了 你還有什麼理由可以正確你去這樣做 就是有很多事情是你有個理由去正確的 你都沒下到長期的通脹的那個預期 你2.5,不要說2.3都沒下得到 你怎麼做啊大哥 你憑什麼現在可以說去減 或者放鬆了 你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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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有一個理由 那些事情 而且似乎他那個通脹 都不是說全面整體回信 他只不過是某些sector 但是看到服務業那個通脹 還是去到好像是 沒有記錯是5厘樓上 如果是只是服務業那部分 其實有些東西是便宜了 那些商品可能便宜了 但是服務那些 其實還是維持非常高企的一個水平 是的 是的 那其實還有你人貴 你不要忘記 那個工資 第一最低工資 現在還沒轉人 還是保持著 而且因為國會過 就算你轉了人之後 他過的那條數應該 我想 我印象中 甚至特朗普是沒有能力可以去減到他 也就是說他會保持著執行 繼續加這個最低工資 那你怎麼辦 大哥 這些東西你加了上去 你不是那麼容易減的 你除非就是上去 這次要共和黨大勝 再出一個法案 走去override 重新來過 但是現在還沒知道 是不是共和黨會大勝 就是你要國會兩院全部大勝 絕大多數是共和黨的 再加上川普自己贏了 那也可能要一段時間才看到 這次應該就是 這次有沒有國會改選 我也不清楚 有 有 都有 其實每次總統選舉答到一定有 都會有 有 眾議院一定改選 兩年一任 參議院每一次都是三分一改選 就是六年一任 等於是 就是這樣 美國的玩法 但是每兩年都有改選 每一次都是三分一人 三分一人這樣改選 所以 參議院這一次也會有三分一人改選 那 但是如果現在的情況 如果你說 大選來計 so far來計 你說想共和黨全部贏到開口 我看就未必 要是都咬著咬著的雙方 但是贏的面子就高的了 但是國際是不是全部改選 我就不知道 就算改選是微弱的改選 還是全大勝呢 我也都不認為會大勝 我認為 就是可能最多就是 真的兩個院都控制了 就是可能連選舉也是由 共和黨控制 但是 可能贏過一席半席 就是 不是說很大的那個幅度 我猜啊 so far 總之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想一口氣 到時 就是 將以上一屆的政府 留下的那些法案 全部把它取消了 再來 我想會未必有這麼多 嗯 就是變了 就是 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預期人工會有機會繼續漲 那人工繼續漲的話 你想那個通脹 就是沒事的 除非經濟衰退 就是要搞到失業率一直升 而且要升得很厲害 現在大佬4%還沒到 剛剛碰4.0 就是大佬 長期還沒上回去 我想你上到至少6個 甚至8個%才能說 你想想 美國現在我們 我們說了這麼久 美國那個失業率還是剛剛才4.0 你想想其他英國 法國 法國就8個%了 大佬 英國都4點多 4點多5個% 應該忘了 你是6個%了 已經是 人家都是這樣過日子 你美國這樣的時勢下 大佬你才剛剛4個%失業 要說清楚 你還告訴別人 你現在你期望要 要放水猴來頂水腿 你怎麼搞啊 大佬你這樣說 自歐洲各國於河地 他們死得更厲害 所以我不認爲 剛剛 立刻查一查 3月那條數 現在去到4月 都還是4.4 英國的失業 是 高於美國0.4 法國7.5 你想想 法國7月公佈是7.5 大佬你真的不死嗎 你這樣說 我看看德國 德國是否好一點呢 德國5.9 大佬你怎麼搞啊 好一點的意思 好一點的意思 你還是跟美國不能比 大佬美國剛剛才變4.0 意大利6.9 那你只是開玩笑而已 你玩變貨了 現在 加拿大6.2 是 所以他們開始 所以他們開始 所以他們開始減息 就是 到他們 只有澳洲佬 可以跟美國佬比 澳洲佬最近4.0% 是 那澳洲佬是不錯 這輪的經濟都不錯 所以澳洲佬都怎麼敢減啊 大哥 減都是減丁 最多減一轉減完就算了 已經是 你再減下去 等下跟你爆大煲 你真的頭都尺慢 是啊 剛才看這些 計劃都好像 他們今個月 就是6月 又是調高了 對經濟增長 就是今年的預測 雖然調低了 未來的兩年 但是今年又調高了 又是 是啊 所以 所以 形勢一邊大 聯署局一邊都覺得 是啊 你以聯署局的角度看 現在很差嗎 不是啊 經濟這麼好減什麼 這麼快派中援不行的 派中援要儲子彈的 你現在要儲多些子彈先 等到真的PK那天 到時候你真的要派大量派 到時候的中援 你現在 才會有工具 不是啊 你到時候沒有工具 你怎麼做 我想問啊 是 或者到時候美國的 貨幣又怎麼算呢 所以 我不認為現在 有任何的動機 可以讓儲局 立刻可以放到很厲害 你現在要繼續放鷹 他應該去到那個 投資市場回一回 你想一下NASA 哪到什麼位 NASA和S&P500 那種升法 你簡直是目定口呆 大哥 你這樣也行 是啊 不斷的貨頂 現在看著NQ 納指的期貨 還是扔了上去 裂口的上去 期貨就快過2萬點了 先看現貨 你這樣的話 大哥 你現在還沒騙得住 就是說 市場還是看得真 是 是 現在是減息 不用想了 至於你說 NASDAQ 現貨就1萬7 未到2萬 是 還有2成左右 是啊 如果純體測 要是 就要看今天 會不會再扔上去 如果今天 夠成交扔上去 就分分鐘 真的 再過多一天 就分分鐘 開gap break away 但是 如果不是 那現在 看看 會不會 如果今晚 都不行 明天 都沒有力 會不會 就有機會 少少的 倒魚頂 然後 放多少 去調整 我先提醒觀眾 我們說的今天 是6月17號 我們錄過 是星期一 是 正式的今天 是沒事的 今晚 提醒大家 搞清楚 我們說的日子 好繼續 大家聽到 其實可能已經發生了 有些事情 那你自己看 是啊 是啊 我們大家聽的時候 就對照我們所說 再做相對應的判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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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是啊 還有你如果看回金價 銀價 都還沒有散得完 當然 聯儲局放輕一點 金價就立刻 沒有了動力 再爆上去 但是 喂 你現在去到那個位置 金價依然不是弱的 差到也還有相當的支持位置 是 2300左右 是 那其實呢 196 就是你當2200啦 其實有個支持位置的 你等它破了2300才說 如果你說跌穿2300 跟著 滑下去2200 那可能 相對地 美國那邊 會不會是冷卻一些呢 嗯 是啊 是啊 如果你說不是 如果你說是 commodity 跌了下來 但是美國的index 還是上去 嘩大哥 那個市場 那個投票 就是那個市場到爆了 是增長 增長 增長 增長大 大過這個通脹 所以你才會把股票都推進去 所以現在都還沒說得完 我告訴你 現在還是大家摸摸摸摸 但是短期內 只是這一個月呢 會不會就是會爛卻一些呢 因為至少就是那些企業 回購開始不可以做了 是應該會 應該會 應該會 如果我們 唇測來看 現在看回S&P500的期貨呢 其實就 剛剛就四格 頂了 就是四支棍 在上面的 那看來今晚應該會開始回 但是回得急還是回得慢 就是另一件事 因為現在他還有很多支持位 你現在 5400 你5300 又有 5300特別堅強 5300到5385之間很堅強 之後你到 5200又堅強 那個防守位 所以你說這麼多防守位 5200 5100都強的那些防守 大哥你可以回多少呢 現在又沒有聽到一些很嚴重的消息 所以很有機會 那些基金佬都是 大哥 休息一下 那些很嚴重的消息都不在美國 美國沒事了 在美國以外就好像有很多新聞 是 是啊 是啊 這個我們可以跟著討論一下 但是如果現在 講美國的市 大家有興趣就先休息一下 不要現在追貨了 就算是個別那些 升到瘋的 我先看一下 NVD 還有口石 Colcom是不是今天出業績 我印象好像Colcom今天出業績 我忘記了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如果你說NVD的話 我看一下 算了 到我們的價錢了 其實等於1300而已 現在 拆掉了 各位看著情勢 如果你短炒那些 你想現在 Colcom就是Colcom 其實都是之前 有些分析 過去幾次 拆掉了 就是拆股 都升了三成 其實都很適合 就是這個三成 差不多 差不多 有興趣 就拆掉了 一點點利益 是啊 尤其是 他都好像 過往幾次拆股 都是很懂得選位 就是差不多 市場都差不多 見頂的時候 距離拆的 過去五次拆完之後 一年到兩年 他都會跌的 有個說法就是 就是說 大概是 牛市的中後期 他就會拆了 是 我們 根據歷史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純意market 買賣 現在這個是合理 給他拆的位置 就是 各位也都可以 拿一點點利益 我個人覺得 就是 都無謂磨爛隻了 如果你是短炒 就算長渣的話 你入了第一柱之前 那你現在 不用急著 不用急進第二柱 你讓他先調一調 聯儲局 我想他放些 這樣的 鷹的味道的話 我想他都想 這一兩個月先調一調去 先調多下去 在九月 假設 六月 七月 八月都調 回調了 然後其他的數據都回順了 那他九月就減 或者不用減 他都有故事可以寫到 然後就 如果又要減 就因為那時候開始回落了 凍爛了 我們可以減一些 可以等經濟繼續 如果跌得不夠 那就繼續拖 是 是 但是至少不要再 增加 因為如果 你再 再一路放假的話 他一路滾上去 滾到通脹繼續 跟著上 到時你先加不加 到時就不是減不減的問題 到時你聯儲局要不要加 再加 又怕死 他加的話 我怕 不是他死 其他都死 是啊 你現在 對比全世界其他央行的 息差已經是 其他開始減了 已經是抹闊了 如果他還要玩一招加息的話 我都不知道世界會怎樣 金融市場 環球高乃 那些錢都扯回美國 是啊 那其他國家就多了他不少 你現在看看euro 1.07 1.08都沒有賣了 是 是 日本ECN結果都不敢加 只是像美國佬那樣說 放寬就是減少回購 現在就是1.57 是 又挑 就來又挑戰過低位 還有 見到就是連 星期一 我們今天說的 都開始做了 4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了 就是那個日經 就是 一日跌700多點最多 那日經老實說 之前升得那麼開心 那你就是 是吧 就是他 他 他跌7-8點都其實是不夠2%的 因為他基數大 3萬8 大哥 7-8點好閒而已 就是 就是我們不要用港股的7-8點 如果你說港股日經7-8點 港股7-8點就嚇死了 全部臉都黑了 個個怕了腳都震了 但是你說 4幾個% 那就是 如果你說 日經3萬8千多才跌到7-8點 大哥算吧 就是你看回那個圖 很難的嘛 就是現在都是在那個地圖那裡 在那裡浮一下浮一下 是 會不會穿這個地圖的底呢 那現在都不知道了 這個地圖現在是36000 是吧 那你都還有2000點去防 下跌得穿才說 下跌穿就可能 要看上次4月19日那隻腳 可能兩隻腳 其實你說如果 在那裡浮一下 就算你回調到3萬3-3萬4 你抱著手都是跌多少個% 而且以最高位來算 你以4萬怎麼算都 跌那個數字都是剛剛10個% 而且10個%回調很閒而已 老實實 那些健康回調都還沒有升上衰退 是 還沒有升上股市散 那些純粹是回調而已 是 是 之後會繼續做市值管理 可能又上去 是 所以 像你所說 如果美國人一說加息 那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加息就是另一件事 一加息就加錢再扯去美國 美國就更加瘋了 所以不行 你現在去到那個位置 聯儲局就知道你 你下下放假放到幾個大鑊 一放假就個個在預金融縱援 一預金融縱援 每個都拿錢放進去 就等你聯儲局去幫他下 是 你都傻了 聯儲局現在 你真的很過癮嗎 開始 是 也都合理的 你一般7、8月 如果你想它提早回調 你就在7、8月調一調 到9月才再說 9月如果你說真的有股災 你就減了 沒有股災 但是都 好像快要股災又減了 但是如果什麼都沒有 就不用了 什麼都不做最好 免得 還有可能 傳統9月都要股災 他就先預判 現在放大鑊 讓大家不要這麼熱血 或者搞到 導致上4萬1 這樣 從那個位置打下來 你就嚇死了 是啊 那他寧願現在放大鑊 讓大家冷卻一些 保持著 可能下回到3萬8 甚至下回到3萬7 這樣 那不要搞這麼多 那9月就沒得倒 就安全一些 是啊 現在先把砍砍砍砍 你現在先搞定 那些可能埋了的炸彈 你不要搞到太陽合合 太陽一散起來 那個動力很厲害 如果你現在先讓它 慢慢跌跌跌跌跌跌 一路跌一路走 有跌跌撤退的話 到9月真是股災月 那時候反而不會跌得這麼急 那就是對於整個環境都會比較 沒那麼恐怖一些 還有呢 現在不做事也有樣好的 由現在到場面 先看看歐洲他們那邊 歐洲、日本那些 他們減了次息 就由得他們減了 因為不是歐洲減了次息 日本就給時間 不是加 是拿回水口 看看有沒有平衡 就是大家之間那個相差 平衡一些 然後再看 嗯 他都要觀察一下 你現在做太多事情 歐洲 像你說歐洲和英國死得了 你這樣搞下去 那些錢又走了 今天才出了消息 說法國的巴黎股市 仰衰 比倫敦又 市值 好像說 法國和德國的債息的息差 又確闊了 又有沒有什麼 現在直接說法國是犯學佬 可以進去說 現在這一次 馬克隆 他的那個黨 在歐洲議會選舉 就衰毀了 縮了很多票 現在只有80席 所以現在數出來80席 就應該不見了20席 那本來大黨現在變了 又不可以說小黨 小了一點 本來都可以算是一個 Dominant的黨 現在就絕對不Dominant 偏偏他的對家 就拿了整整 變了58票 在歐洲議會 現在最要命的就是 這58票有30票 都是由立浩的黨貢獻 其實就是法國裡面 立浩現在是最惡的 現在那個黨 好了 右派的崛起了 是啊 現在有一個麻煩是什麼呢 因為法國就 快要將他們 今年那個預算遞上去 給歐盟 就是歐洲議會那裡審批 因為其實每個國家都要的 就是在歐盟裡面的國家 尤其是如果你用歐元的區域 更加要拿你那份東西 拿去給人去審批 就是要看一下 可不可以給你 你有沒有留言給你 如果不行的話 要你拿著你的財政 或者什麼 我想他現在最害怕 就是在歐洲議會上面 會不會被人搞他 因為一上去 不用多久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下個月要上的了 那份東西 那如果你說上到上面 給他拿破 加上 一向都跟麥康那些人 不太妥的 Maloni 還有一個 你不要以為 意大利那邊 Maloni 是 馮德萊恩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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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跟麥康大家OK的 就是個黨來的 是 但是EPP裡面 都不是全部這麼中間有的 有些有一點 近ECR那些人 你不知道那些人 會不會在那裡 嚇爆你 一會兒 不用說什麼 稍微拖你兩回事 你到時都會嚴重 那你的發覺 就會震動 所以那些錢 走定都不奇怪 而且大家也明顯地 就是 如果立行上來之後 又會怎樣呢 法國佬 因為立行呢 你不要理他那些 爛不爛民的 我們全部不要理著 只是看著經濟主張 右翼基本都是那種主張的 減稅 減稅 燃料 電力天然氣 他都說要減 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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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法國國內會不會示威連連 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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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走出來你就真是頭都尺了 天天跟你玩示威 而且到時就不是那麼少人 如果立旁國會重組了 尤其是Macron宣佈了國會 他們那個應該叫國民議會 重新再選 選完立旁很有機會黨應該贏最多議席 但是就不過半 但是當你最多議席的話 拿你的預算在那裡玩你 你也是死的 那你一定要要求減稅 要求減收費用 但是與此同時 你說你可不可以喊減福利 你一喊減福利 整班人跟你上街遊行事 你發覺不是亂 那你怎麼做生意呢 我想問 失業率又不是低 你現在法國的失業率 如果失業率是6%多的話 你還要減福利 那班人那怎麼辦 那些人肯定出來跟你拆下拆下 還有你不要忘記 那個法國的通脹說就說跌了 但是跌了是相比之前縮了 那個通脹的確是 但是那個通脹還是有在 壓力是沒有完全消除的 那你到時怎麼樣 那你發覺一動盪的局勢 你敢不敢投資呢 第一 第二 假設你減費用就個個都肯制 但是減稅減費用 個個都支持的 這個世界沒有人不支持的 唉 你心少了我錢 但是減福利沒有人肯制 如果我妥協的結果就是 稅和什麼是減了一些 但是福利沒有金絕減了 那你發覺那個財政肯定嚴重的 那就借錢了 那你現在發覺那個債本身已經不是少了 佔GDP 它高過英國的 所以債息 所以債息和德國債息就很確闊就是這樣了 確闊了 而且它現在連累了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都被人覺得是有這樣的麻煩 意大利就一向大家都 幾個歐洲強國來計 經濟上強一點來計 意大利一向大家都覺得 它的政府不太靠得住 財政不太可靠 可能已經在累著意大利了 但是估計意大利應該不會太差的 所以他上台的時候 看來意大利的經濟不算太頑皮 但是麥康就不是 麥康現在是面對的這些壓力 再加上國民議會一重組之後 很有機會就是納康上來 納康的黨上來 納康的黨上來 他繼續跟麥康的政府 大家在那裡玩對峙的話 那就是整個政府變成了批腳鴨 完全癱瘓 那一癱瘓 再加上上街遊行示威 再加上你的預算 可能赤字會擴大的話 喂大哥 你哪有信心投資法國啊 所以錢又買法國的賣 又不會買法國債券 而且不買法國債券 有一個麻煩就是 當你越不買法國籌錢越難 息也會原價 那又是一個慶祭系統來的 是 還有與此同時看到 其實除了極右 立行那邊之外 其實另外多票就是極左那些都多票 因為現在法國是分裂得很厲害 要是極左 要是極右 這樣走 而這兩派的最終鬥爭結果 我猜最有機會就是一邊減稅 一邊又不減複利 那你就太禍了 我告訴你 那你不是法國的債券不死這一局 是不是 你誰還要拿一些法國債券 你現在明知道你的國家的財政會惡化 如果是這樣 經濟又不好啊 新一段的歐債危機 你不要說真的有機會啊 如果由法國爆出來的話 這件事真的挺嚴重的 是啊 之前爆的那些都叫做小一點 相對 希臘 西巴牙那些都相對小一點 如果這樣就爆法國 似乎是搞不定的 是 所以為什麼那些錢會馬上離開法國才說呢 第一 第二就是為什麼歐盟都要先減息呢 我想他們現在都在寒著 希望就是減息之後呢 歐洲的衰退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令到經濟活一點 經濟活一點的話 通脹沒有跟著惡化 滞脹得來沒有那麼惡劣 現在就是希望他們 希望不要搞得爆大煲而已 希望全部都是 希望 但是實際是怎樣 沒人知道現在 我們都不知道 嗯 是的 所以這次就醜了 他搞到這樣會不會搞到歐盟呢 會不會又有人吹要法國又脫歐 也不奇怪 但是呢 我猜一下 立堂他們那些人剛剛上來 但是他又沒有真的過半數 喊法國要脫歐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跟英國不同 英國脫歐起碼有一點小麻煩 就是貨幣不用煩 還有英國始終是一個賭國 如果你說做貿易的話 沒有了歐陸是麻煩的 但是如果他整體做貿易 要跟世界做貿易 他有自己的路可以走到 但是法國其實很難 是 他都有港口 但是你想想法國是 那些港口有多少個其實就不多 真真正應可用的 國際貿易的港口其實不多 他很靠歐洲的鐵路系統 那些去到其他的港口去出 那如果你說 法國自己自絕於歐盟外的話 歐盟當然煩得法國更加嚴重 所以澳門就算立旁 把口可能在那裡說 玩脫歐 我想實際都不會 又是拿把口說 然後實際就是 拗好處拗好處 拗好處 其實跟意大利也有點遲 意大利也是那時候 整天都這樣吵脫歐 但是吵一吵一吵 一拿夠好處就算了 是 你發覺你說一叫脫歐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你會害到西班牙 西班牙那些貨 是不是因為地圖 地圖的問題 地理問題 很糟糕 你發覺他剛剛卡住在那裡 是啊 他卡住在西班牙和德國中間 然後英國又在離島那裡 他一下卡住幾個 如果是歐洲的位置來算 是啊 甚至你說愛爾蘭 你也受害了 是不是 你本來愛爾蘭還可以通過法國聯絡 要不然西班牙也不通 西班牙都斷開西班牙的葡萄牙 西班牙都被你弄斷了 是啊 那你是不是 我這樣說 你發覺警察要抽個稅 那條數 怎麼計算呢 那條數 你發覺玩到這麼大 你自己都不行的 西班牙入口的東西要不要打稅 西班牙有些事情不用斷生意 是不是 那他脫了 搞到西班牙可能都索性脫了 但是如果脫了 西班牙你跟誰做生意 你如果跟歐六的話 你打多少扇關稅下去 我想問 除非你立刻談 除非你是 談妥了稅務協議 關稅的那邊不受影響 只是說移民不受 但是對西班牙沒有好處 因為西班牙 其實他最渴望就是 你發覺幫忙收緊移民 那些進來我這裏 那些我就一腳伸給你 西班牙很容易去的 摩洛哥穿過直布朗台 是不是有多闊才行 那頭 坐冷民船很容易過 歷史以來都是這樣 直接被非洲搞到變成伊斯蘭人教 是啊 你說你硬要封邊境的 你這樣封了去 但是你經濟都不用要的 發覺 那就逐混亂 所以我想立旁那些人也不是傻的 那些全部都是古惑人 甚至你都 你甚至對於俄羅斯的那個Retoring 一到立旁現在有機會上到位 國會有機會做主導的黨 在歐洲議會大聲了 就馬上轉向了 現在都說對俄羅斯 都在那裡吊俄羅斯 所以這班政客 整班都是政客 我估計他們上到去都是爭取 就是說法國要多拿一些好處 在歐盟那裡 要大聲一點 或者呢 移民政策上面 要是你整個歐盟握著它 你整個歐盟握著它 我不是不用缺歐了 是 現在好像 我看到有一個說法 就是這個可能是 2024年的最大黑天鵝 因為似乎極左和極右的 都有個傾向都想說脫的 不過像你說的 立行 只要他坐了那個位 又會不同的想法 正所謂屁股 就決定腦袋 他坐了那個位 又未必真的說要脫歐的 你脫的話 你出來的麻煩也是大的 因為你發覺你不是一些 你不是一些其他 你不是跟英國 英國的 因為本身是一個島國 它跟歐洲那個聯繫 是靠 如果你說用 集運交通來計 是只有那條 Eurostar那條鐵路 還有那條公路 就是那個村隧道那個位 只有英國隧道而已 其他其實它完全是可以沒有聯繫的 跟歐洲 是 你說人員沒有 是 是啊 難聽說 你少了廉價勞工 少了這些移民 但是他要移民 他另外有地方可以收廉價勞工 嗯 你就派護照給其他的人 你和你大英帝國 以前有聯繫的那些 你就另外派 是 我也想說 他收BNO的那些 都收了一堆 你還有那些非洲那些 中東那些 你要收你有興趣 他一定收得到的 他不知道多想過來 是你不想收他 大哥 你怕的 最主要有 是不是有多難 其實你都可以收烏克蘭的 是你自己拆的 當初 你做得慢 不然你一堆收到烏克蘭 你也少麻煩 都可以的 或者東歐那些人 其實現在都不想收了 英國那邊 說起英國其實都 七月都快到他們要選了 似乎都是滅黨的 但是這個又很有趣 如果保守黨滅黨的話 當你是工黨贏 工黨就交友多 對移民是有錢的 工黨 是 不是啊 但是平權就不是 收移民就是 很怪的 工黨那些 你想法就是 他又不想惹麻煩 你說一搞什麼什麼 平權那些 他肯定不是很想搞 你看他都是很威風的 這些位置 但是收其他地方難民 他很肯就是那些廉價勞工 最好是社會基層 如果壓下去社會基層的話 那些選票就是歸公黨 啊 所以要收多些疑問 收最好是在中東啊 非洲啊 這些古靈精怪的地方 收起來越垃圾越好 是 千萬不要收一些有生產力的 有生產力的那些 就不會想有其他人來 工黨就不會喜歡收BNO的那些人 因為香港人本身保守到不得了 而且香港人本身帶夠錢過來 很多都 是 炒貴了些東西 炒貴了些東西 之餘當你勞動市場 你分不想跟英國本土的白領 我當你不是精英啊 當你是白領基層 你有機會跟白領競爭 但是英國的白領不是缺 但是現在英國缺藍領 缺底層的體力勞動工作 你帶香港人就不跟你體力勞動的 香港人當然是跟你努力勞動的 都是 或者是投資 那些英國不是特別缺 除了某部分行業之外 其他也不缺 他缺的是那些最便宜的 如果那些便宜多的話 那他就希望 在賺倒一部分工資 那他的通脹又解決到 然後你工黨那邊 幫他成功爭取有些東西 拿些票回來 所以不知道 就是 移民方面 他會進口多些移民 然後進了移民之後 再跟你去拿好些工資 那就叫成功爭取了 是啊 所以工黨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 例如看榜 我也不會特別看好的 老實實 尤其是被工黨拿了上去的話 我真的沒有眼看 你工黨不知行什麼政策 如果你行 Tony Blair 和Gordon Brown 那段時間 都還好些 因為那兩條人 其實叫中間道路 就是第三條路 就是克林頓那條路 那些是 是 全部都是打左燈向右轉 但是這一幫人 現在不受歡迎 你在一個極化社會 玩這種打左燈向右轉 是不受歡迎的 是要爭取才受歡迎 是啊 你看麥康的下場 你就知道 如果是打左燈向右轉 是受歡迎的 麥康現在都應該選到 而且倒手到現在 也不會這麼壞 但是 結果不是 你現在要極化的 一是極右 一是極左 你隨便選一邊 英國就是因為之前不保守黨 所以現在很有機會 一招一招去工黨那邊 而且很怕有機會 是有些交人在那裡 甚至現在 在民意調查那些 保守黨似乎 這次是滅黨 有些分析怕差 可能未來十年都 拿不回執政地位 其實很正常 你想一下 保守黨 騎著政權 騎了多久 你回頭看 其實保守黨 都執政了十年有多 嗯 那你是時候轉 是吧 這個就沒什麼奇怪的 如果這次滅元黨 是等十年了 起碼都要 是 那要等工黨玩 玩到彎了 哈哈哈哈 是 又要等到他們 失去執政地位十年 是啊 是 一樣 大家鬥玩的 你玩極化的話 大家輪流玩 玩到彎了 也是 這個就是民主社會 大家就是選一個 沒那麼討厭的 直到沒那麼討厭的 變成你最討厭的人 也都這樣說 接著你又選一個 沒那麼討厭的 作為一個經濟人的眼光來看 就是有些東西是 inherent是解決不了的 當你一個國家出生率一路下跌 實際上你本身 不靠移民的話 你的勞動力是萎縮的 嗯 那除非你的科技很高 得利還要很便宜 就是說很多人不需要靠科技 都已經可以 不需要靠廉價勞工 大家都可以生活到 但是就算是的話 當你的人口基數一路縮 你的市場也會萎縮 如果你的市場萎縮的話 就是說你的銀行業 也不會好得去哪 沒有消費產品 沒有消費產品 買得出街的話 這個經濟是不會往往的 沒有一個經濟可以只是靠科技 或者重工的生存 其實那些最終只不過是 那些是拿來在全球競爭 搶到大部分的資源 然後 因為那些 有那個所謂的日出效應 帶動了其他地方消費 推了上來 是這樣的 但是明顯地 英國根本就沒有這個條件 所以 所以這些是一些很 很基礎的問題來的 英國如果你沒有任何辦法 可以令到 你的勞動力可以改善 你的教育 還有你的國民的凝聚力可以改善 的話 你這樣爛下去 其實哪個黨上來都搞不定 這個英國的前景 有些位置是暗淡的 就在這裡 不只是英國 包括整個歐洲都是 因為你看到 他們的經濟裡面 沒有什麼新的增長 你不像美國 美國經常 你看到它 就快要死 不是無端端就爆AI給你 現在 是 突然間有些好東西 是 它總有一些東西 可以吸引到資金過來 可以吸引到人才留下 可以令到那些人 繼續 就是賺到最多的錢 然後當他們去消費的時候 就大問題了 整個經濟 但是英國和歐洲 你找不到這些增長點 所以就變了 比較舊一點 一些東西比較舊一點 英國不是沒有好的研究 英國的BioCamp是真的 不是流的 要不然你不會出到疫苗 老實實 BioTech和BioCamp都是可以的 但是英國沒有生產力的 即我就算研究到 我都是訊號 而不是自己有藥廠 去幫你推 或者推出出來的東西 總是不知道差跌的 有些東西 至於你說AI 你說IT到AI 到各類型相關的 consumer product 英國沒有 你美國就有 我們不要忘記 美國有AI 但是AI得來 你還要下到的 product 美國有一家叫Apple 可以幫你 變成 hardware product 你正在用的手機 Smart Watch 什麼 你可以用到 有東西可以用出來 是 是 而那些全部都是consumer product 是可以賣到全世界 英國 如果說回當年起家 即我們說一百年前 一二百年前 當然是靠紡織業 賣成品 賣到出去 你賣衣賣布 那些是全 每個人都要用 那個市場 可以去到很大 即是升級得很厲害 是 但是你說 如果我當你Airbus 我做龍斯萊斯引擎 叫你 你可以升級到什麼地步 一年賣得多少架飛機 我想問 是 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沒有Liverage 你Liverage 按不到你的資金 Liverage 按不到你的人力 的話 你的生意就不會大 歐洲 德國叫做好頂點 德國賣到車 起碼都 是 但是英國連車都不夠人家打的 現在 車都不夠德國人打的 至始終都 三副鞋物不用說 浪費了 三副鞋物去曼加拉那裡做 如果你說英國的品牌 你怎麼給都給不贏 法國人和意大利 嗯 所以你找什麼增長點出來 你很難找到 是 的確都想不到有什麼特別的牌子 或者是有什麼產業 現在最熱的東西在英國 是的 還是倫敦的 是的 是的 老牌金融城市 倫敦 是的 除此之外 好像真的 是的 法事觸塵 很多東西都 你說的話 那些沒有意義的 是的 那些沒有意義的 那些我都是說 你有限的 就是等於 為什麼說 有時候有些觀眾 他們很厲害的做了很多功課 例如你說Planetier 你說穩定一定穩定 因為有國防合約 但是他沒有辦法增長 因為他的AI 不可以拿到外出 一拿出去 你就不可以拿國防項目了 你離去就是做政府生意 是的 就是除非一天 他成立一個Civillian version 然後那個也得到美國政府許可 可以拿到外出 那他就有增長的潛力 但是現在還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 這些事情很現實的 就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往 你要做到consumer product 和consumer service 賣行全世界 那你就行 但是英國沒有 歐洲也都不見有 你說車 你好像德國現在 為什麼這麼擔心呢 就是在車這一方面 車其實某程度上 都算是consumer product 香港買車貴 但是外國買車 第一沒有那麼多稅 便宜很多 第二就是外國大部分是工會的 如果你說上會去工會計 其實很便宜 每個月給的錢不是那麼多 所以他們可以當是 差不多像consumer product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面對中國EV的競爭 那你就麻煩了 你德國車廠怎麼打 所以他加稅 加他們的稅 是啊 因為如果不是你德國就會出事 你想想 德國電器已經被日韓打得貶了 日韓中國已經打得抄皮 包括美國 美國就將它勾縮到其他地方做 那你日韓一向都有 包括中國 中國現在中價的東西 一樣可以有壓力 那你給那幾個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圍住你 你德國那些歐洲產品 是啊 我知道你很美 很精工 但是很貴 嗯 而且不漂亮 你很多時候 德國設計就是很實在 實在 不承認 那你怎麼辦 就是夠實用 是 是很夠實用 老實說 你說用起來 你想說耐用是耐用的 這些東西是OK的 都是 但是也要這麼說 電子產品是另一件事 電子產品德國都不見有特別的優勢 是 是嗎 感覺都是比較傳統 比較舊 整個歐洲做些事情 是啊 你沒有什麼增長點 所以你說 你看到就是 歐洲已經先要減息 英國都要減息 因為他們的經濟是在衰退 已經是滞漲之中 已經進入了滞漲 去到後半段 有些已經變了衰退 不過輕微衰退 所以他要減息 但是他一減起來 那滞漲的機會 又會回頭 就是說你見過前景 不是特別過癮 你跟美國沒得比 你跟日本也都沒得比 尤其是剛才提到的那些 跟美國那邊的息的差距 抹闊了 始終那些錢又很容易走 還有美國那邊看聯儲局的 那些預計 都似乎是告訴大家 現在那個高息環境會比較持久 因為他都 那個預期長期息率 由2.6就提升到2.8 就是有段時間都不會說怎樣減 減到慢了 他原先就是 剛才看的3月 都是預計到明年 好像是減到六次 去到明年年尾 預計可以減到六次 就是合起來 但是現在看就是 去到明年年尾 都是減到五次 五次都多了 我也覺得多 因為如果是五次 就是今年他應該怎麼都減一次了 但是就是說 要預計明年要減四次 我也說 他一會去到明年 又說減不到四次了 他去年年尾 就說今年減六次了 很瘋 就是遇到 這些全部的出口術 用來扔著那個市 但是我呢 我只不過就是奇怪 美國市場 為什麼狼來了了這麼多 都還不在這裏信呢 就真的這個錢是很衝動 所以每個人都還是繼續信 又或者不是真心信 就是 音樂耳遊戲 大家先炒轉 炒轉 開玩笑 裝模 大家裝信 是啊 是啊 也不出奇 所以大部分呢 港和Euro 我想應該都會弱 港 而且你看著這張圖 都不是很帥 港 看款 應該 有機會 都會挑戰 就是跌回到這個 1.25左右 有機會 甚至再差一點 就可以去到1.24 1.23 嗯 美元 港弱勢很正常 EUR 如果看一張圖 也是 嘩 問問變 現在先看 哦 EUR 就近底了 已經是近去 有個最差 就是1.06 1.07 去到1.06 如果他都拿不住 那就恭喜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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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如果你說1.06 如果這個都穿 那就去回 可能最差 就 二幾年那些位置 是啊 低於1 那些位置 而且我在想 會不會奧運發生 嘩 這樣 嘩 真的 法國發生什麼事 啊 不過是哦 你說起 那些事情全部都在法國 哈哈 現在的政治亂說 在法國 連奧運都在法國 加上 那些 那些 寓言說 有恐怖襲擊 都不知道會不會有 其實我覺得不出奇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 希望不要中 大哥 這些真的不要中 如果你說 搞一件類似 慕尼克的事情 我告訴你 是嚴重的 而且你不要忘記 當年慕尼克那一宗 奧運那一宗 那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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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現在的歷史背景 都差不多 真的 又是立立亂 是 所以 所以 剛才都說 真的不出奇 是 但是不想 最好不要 當然不要搞這些 這個世界 是 各位作為投資人 我們呢 是 是 當然不想 但是 你不要拿這麼多歐羅 大哥 你歐羅 你也是歐羅 你也是歐羅 你也是閃一閃 是 甚至 加指也有機會出跌 加指也是 美元對加指一直在升上去 現在又是升到的阻力位 現在 一撞穿這個阻力位 好玩 跟著就 尤其是以周線圖一望的話 看看 哇 甚至不單止周線 開始近月線那些位 如果是這樣一穿就可以很精彩 嗯 嗯 就是加指 是啊 大哥 加指也有機會跌 真的 所有東西 就是 唯獨美元最強 如果唯獨美元最強 那 就 股市都 他自己沒什麼的可能 但是環球股市可能都難捱一些 難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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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大家 都要 觀望先 可能都是 唯獨 看看是不是最後一個位置 就是 還可以捱得住 可能只剩下美股 因為那些錢 可能會 都是傾倒去美國那邊 直接當美股都是避險 可能全世界 是啊 如果你美元是這麼強的話 那就是 美股都可以當避險用 分分鐘 是 好像 早前看到 這個 就是AAPL 這樣的升法 都可能當避險 是啊 那 AAPL 是不是 你不可以怎樣 是不是 其實 沒有東西好賣 賣了下去 對啊 那 OK的 所以 現在最好笑 如果看到 commodity 都弱了 是 是 就是因為 其實可能就是 剛才提到的 所有東西都 唯獨美金強 是 是 是 銅 金 銀 全部都弱了一些 是 是 看美元指數 看美元指數 那個圖 都 挺英俊 是啊 對其他東西就不帥了 他帥 是啊 不是他帥 是啊 是啊 那我們都 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啊 夠時間了 我們都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再看看 再跟進著現在的局勢的情況 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